人人 那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一下 我們的忍者必須死喔 那接下來要帶給大家就是我們的八強賽啦 上次基本上我們押注的好像都贏了喔 所以毒奶的效果已經失利了 而且我們最後那個 我大哥瑞爺他好像也是 押對了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那剩下這邊四強賽是我們的星火夜秋 還有我們的地判官跟狼野喔 那這一次基本上我們眾神殿的地的主員 感覺好像都比較少一點點的 所以代表其實為我們的台服的玩家 基本上好像蠻多都是 都是在練靈的啦 所以靈的比賽的話 能夠讓我們有更多的表現空間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是我們的星火vs夜秋 還有判官vs狼野喔 哇那這個的話呢 大家會投誰呢 欸各位 你們會投誰聊天室刷起來 我覺得大家應該 因為聊天室不想好像還蠻多 這個洛峰星火的那個 粉絲喔 就是他們家族的人啦 所以應該還是投一下我們的星火吧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 銳野那邊的話應該是投夜秋吧 所以這是跟我大哥對著幹吧 對不對 但是我其實還是蠻想要投狼野的啦 哈哈哈哈 狼野才是我真正的驕傲好不好 但是沒有問題啊 那我們今天就先投一下那個 對啊我大哥投夜秋啊 那沒問題啊 那我們就跟大哥對著幹好了 我們看誰 看誰 預測成功好不好 我看一下分析一下啊 夜秋這邊的話基本上他是那個 家族招募高手歡迎跳槽有興趣師 他是一個願意挖別人的人 他住桃園欸 跟哲平住一樣的地方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戰力是3547 然後帶的是蠻蠻祭司 然後我們的刀鞘跟我們這個寒冰捲手 還有我們人王龍手 大家都有龍手欸 好誇張喔 然後這邊的話 煉獄的話呢 本賽季勝場192場 MVP142場 連勝12場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星火 這邊台北市 組長快女裝 嗯?什麼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 喔 勝場378 連勝10場 但是人家有連勝12場欸 他這邊才連勝10場 但是MVP268場喔 點讚1473 感覺還蠻厲害的 但是這邊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疾風模式最遠距離是 各時百千萬 三萬五千七百零九 那夜秋這邊的話呢是 四萬零五 丟丟丟 喔 等一下 我可能快要跳槽囉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 我要給我大哥一把欸 怎麼辦 真的假的 欸 那個 疾風模式比較會跑不是比較厲害嗎 嗯? 我覺得夜秋的基底好像比較好一點點喔 欸? 都是跑穿冷神山的是不是 哇 好吧 沒關係 那我們性聊天是一把好了 我們性聊天是一把 好 投心火 投心火 這把投心火 好不好 待會再說 欸 反正搞不好睿爺翻船喔 哇 欸 90.8%投夜秋 9.2%投心火 心火票超低 會不會爆冷門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蠻可怕的 那狼爺這邊的話我就不用擔心 因為狼爺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 我壓他冠軍啦 所以我不管怎樣都賺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那夜秋這邊90.8%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9.2%的心火啦好不好 那賽事一分鐘之後就會開始 我們一分鐘之後再見囉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到我們的四強賽了 剩下7秒就要開始囉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把票投給了我們的心火 但是這邊票數落差有點大 但是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心火哥哥能不能 好不好 當我們這是賽斯的黑馬啦 直接來觀戰看一下喔 他這邊對面的對手是我們的夜秋 欸 我們來看一下啊 觀戰關起來 到底我們的 心火哥哥能不能取勝喔 剛剛其實看他的路線跟動線的話 其實操作還蠻好的 嘿 即死 完蛋 我覺得這個蠻危險的 你只要受到一下傷害 不管怎麼樣你都是死 所以這個的話真的還蠻吃運氣的 哇 這個真的是很吃運氣喔 你不小心動到你就死囉 這真的要小心一點點了喔 這個我覺得 兩個選手應該 都啪啪啪了喔 已經放慢速度了 已經放慢速度了喔 碰到就死囉 各位 有了有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這個 心火哥哥現在 速度都放蠻慢的喔 他也怕他也怕受傷喔 這個只要先死了就直接拜拜了 好不好 這個不用說了 哇 即死真的是一個還蠻恐怖的東西啊 好不好 即死效果 尷尬了喔 好 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喔唷他居然還跳到飛鏢裡面 嚇死我了 這邊的話我們的 心火哥哥就稍微 打了比較保守一點點啦 應該是ok的喔 來了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先封人家大招 欸就沒東西了 他其實應該可以買一下那個 飛矛絕命吧 我覺得應該也不錯 飛矛絕命的話 然後先封了他大招了喔 先封了就是對面的那個 呃 對面的夜秋的大招了喔 哇哇哇 只要碰到一下就死 真的是很恐怖的東西欸 嚇死人喔 好先炸了一下 然後再開一下我們九天收水 但是這邊的話感覺對面也不是個 呃省油的燈 都打到了差不多八條血 我們這邊心火贏了一條 但是現在只要受到傷害 都是很有可能會直接 比賽宣佈結束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 都還沒有到達一個可以休息的狀態喔 好這邊的話呢 下面的話 夜秋那邊是已經炸到了 剩下四條血 但是這邊我們在補一湖 剩下一條血了 有機會有機會 這邊的話看來心火應該是可以直接 先 先跑出了喔 先跑出了 那再來就是要慢慢跑了 因為你只要不小心碰到 就會直接死亡 哇我真覺得這個 很恐怖欸 如果是我的話 我早就棄權了吧 哈哈哈 欸拜託碰到一下就死了欸 開玩笑 喔欸欸 小心喔 小心喔小心喔 我看大家應該都知道下面有哪一些東西 應該都不敢亂跑喔 這邊的話我們的心火 看來這一次哲平真的是 預測神人喔 看起來應該是蠻ok的喔 但是這種話還是少講比較好喔 因為我怕到時候就出事了 加油啊 心火哥哥 加油 有強壯喔 好目前來說看起來都很安穩的樣子 然後現在就進入到了我們的這個 最終鐮刀區 那這一次第一隻BOSS是我們蚊子 第二隻是我們的四神喔 哇 不要一直亂甩 我覺得很恐怖 哥哥 你讓我的心臟快要麻痺了 看起來是通過這第一區域囉 但是他這邊不打算往上走 這邊是往下走 走到這個大武士區域 再吃一些我們這個魚肝金幣 好看起來應該是過囉 可以到達我們BOSS區了 nice 第一個到達加了100個魚幣 然後他這邊應該會買這個絕命飛毛 對沒有錯 絕命飛毛直接插死對面的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只要受到一點傷害喔 他就直接準備零便當了 我覺得 好恐怖喔 大招被封了 該怎麼辦呢 這邊直接 加蝕蟲 加蝕蟲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送他們飛毛了 但是飛毛應該是被阻 應該是被那個囉 被用掉了 用英語如文字了 好緊張 超緊張的 居然給我們關燈吶 欸!! 欸!! 太強了 太強了 最後是過去 然後加了那個就是冰封結箭 然後再加上一個蠱子 也把我們的四神給弄死 我們的大賽黑馬 新火 獲勝 水啦 壓對人囉 壓對人了 噢!! 啊我的狼爺掛了 噢不~~ 啊我的狼爺掛了 噢不~~ 我的冠軍預測錯了 但是我們這邊新火格格真的很不錯欸 厲害厲害好不好 最後這邊真的還蠻精彩 而且我覺得最恐怖的是因為他們的效果是即死 即死真的是還蠻讓人緊張的 因為你即死的話 就算你平常再會跑 你只要碰到一點點傷害你就是直接死掉 這個真的是沒什麼好說的好不好 好 這邊看來就是 夜秋 vs 狼爺 然後新火 vs 判官喔 那看起來的話我們應該是 跟新火跟到底了這樣子喔 好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5分鐘之後再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那個祭奠賽喔 就是我們夜秋 vs 狼爺 繞我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剛剛預測的話 新火是獲勝的 真的是超級緊張 因為是即死效果 那接下來的話要帶來就是我們的祭奠賽啦 也就是我們的夜秋 vs 狼爺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投狼爺會打冠軍啦 但是沒想到這邊的話 基本上狼爺好像是 呃弱馬了喔 那這邊的話 夜秋跟狼爺的話 剛剛看過夜秋的實力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看過狼爺的實力的話好像也是很厲害 吼這邊的話不知道要投誰 天使 可以去幫我看一下我大哥投誰嗎 先看睿爺投誰 我們再決定投反邊好不好 睿爺翻指標啦 我大哥今天應該還蠻暗的 我今天看起來好像 還蠻厲害的喔 剛剛我大哥投夜秋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投了那個新火是贏的這樣 ok嗎 ok嗎 這邊的話呢 大家會投誰呢 聊天室 狼爺跟夜秋你們會投誰 三四名真的是蠻難賭的 這兩個感覺都是很厲害 他投狼爺喔 哇 可是我也想投狼爺耶 怎麼辦 我也想要投狼爺耶 哈哈哈哈 哦好好好 我們就是跟我大哥一組好不好 跟我大哥一組 我們看一下 我不信啦 我跟你講我今天是蠻光明的 我今天是光明哲平耶 我今天除了我的冠軍預測輸了 我其他都還沒有輸好不好 應該ok吧 好啦跟我大哥一起好不好 跟我大哥睿爺一起狼爺 沒問題 好那三分鐘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結果到底是如何囉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季軍賽要準備開始了 這一次我們投狼爺大哥也投狼爺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狼爺的比賽 看一下狼爺能不能為我們這個 毒奶雙修性好不好 來洗白一下喔 我覺得一經驗的話 我運勢是還蠻好的啦 希望我的運勢能夠 把我大哥的運勢也帶起來好不好 來 狼爺vs夜秋 季軍賽季電賽開始了好不好 我是覺得如果又是即死效果應該會蠻嗨的喔 好這次的話呢 效果是貪婪戰鬥卡片的價格提升30% 就是你買你的卡片會很貴啦好不好 就是這個意思 來了來了來了 那在打我們這個冠亞跟季電賽的時候啊 是看不到我們最上層的就是大家的那個距離喔 所以你如果要看就是 哪一邊的人領先的話 你基本上只能就是進到我們就是那個 金玉伯伯那個車車那邊的話才可以知道喔 好這邊的話你看我們這邊的狼爺喔 速出有多快 跟忍者一樣快各位 沒有問題 已經要到達最後的區域 而且他完全用飄的欸 是鬼是不是啊 鬼之飄移欸好扯喔 來來來看來應該要進到我們那個 金玉伯伯區了 是第幾名第一個到的喔 各位 狼爺哥哥第一個到 然後這邊奸商效果喔 買東西很貴喔 先買了一個冰金護體 還有那個手收巷上的那個東西 手收巷上的東西是幹什麼東西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是那個力量增強的 這個手收巷上的 聊天室知道是什麼效果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哲平知道喔 好這邊我們狼爺哥哥飛起來之後呢 再加一下我們的那個冰金護體 然後再加我們的這個九天收水喔 直接炸掉了 Boss直接 沒了 這就是 0的combo嗎 直接把我們的 紫色頭頭 連口臭都吐不出來 直接讓他GG 掰掰 太厲害了 我的天 好這邊進入了我們這個 小鳥階段喔 小鳥階段居然可以直接用閃的 如果是折平的話 應該就吃到吃到死了吧 哈哈哈 這邊是憤怒好不好 傷害提升受傷後消失這樣子喔 所以剛剛那個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那個 傷害提升 看起來很像萬歲的那個姿勢喔 哎呦這邊看起來好像 為什麼不先去吃上面呢 他居然是 飛到下面 難道是在抓鼻子嗎 哈哈哈 他居然不 不理會兼傷效果耶 他直接就是 掠過上面那一排 金魚魚耶 好現在進入了應該是我們 最後的這個鐮刀大區了喔 那這一次 FORCE化第一次是我們指頭頭 第二次是我們的這個白頭 波爾 哎看一下 究竟冠軍 不是究竟祭奠賽是誰是第三名 誰是第四名呢 目前看起來我們應該是 狼爺哥哥有可能會 第三名喔 又是第一個抵達上面的喔 看起來這一次我們的這個 哲平紀念的運勢是真一不錯啊 不過這邊群體虛弱就比較可惜 要780喔 兼傷效果直接讓你沒得買啊 QQ哈哈哈 來了來了來了 看一下哈 這邊的話呢 白頭波爾 我們的狼爺哥哥會怎麼操控呢 先炸一個苦 再炸一個苦 兩個苦再加豬血 然後再加九天收水 哇這個是連續combo 直接把我們的波爾炸到剩下 我們的六條血 但是這邊的話 他的那個女僕蛋糕好像沒有炸到很多喔 可惜了 但是目前來說 大家雙方現在贊成了 啊沒問題 還是我們狼爺哥哥獲勝了喔 剛剛最後面那邊如果蛋糕沒有繼續往門 那波爾身上炸 我看這狼爺哥哥也是 也是會蠻驚險的喔 這邊看起來哲平紀念的預測都非常成功喔 沒有問題 狼爺哥哥 取得勝利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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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看來我們狼爺哥哥是沒有被 兼傷效果所影響了好不好 那這邊恭喜我們狼爺哥哥取得的第三名 我們夜秋也是很厲害 取得了我們第四名了好不好 那下一場的話 既然就是我們的冠軍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來為大家揭曉 因為接下來冠軍賽的話是三戰兩勝制的 我覺得打到最後應該都會非常非常精彩了好不好 那大家有沒有預測成功了 可以把你們預測的角色在下面跟哲平討論 跟哲平一起分享 雖然已經影片結束了 那個比賽都已經結束了 但是還是蠻想要知道 大家預測的人是哪一些人囉 那我們進行進行玩到這邊啦 我是雪品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